你现在在听的是Raymond Wong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这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什么一定要靠大家呢? 因为现在的台台也是太小 传播力很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一谈谈八月初的消息 为什么要谈谈八月初的事情? 因为刚才讲起了 你也要记得 刚才讲起了一件事 也要多谢Happy Wonder你的支持 很感谢你 8月初的时候 世卫组织更新了 优先病原体的清单 世卫组织8月初的时候 这件事是更新的 为什么叫做优先病原体的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 告诉大家 可能引发下一次大流行的病原体是什么 现在他们的数据加到有三十多种 里面有甲型流感 灯架热病毒和猴斗病毒 研究人员 怎样说呢? 他就说 这份新的清单就会帮助 这个世卫组织 决定重点针对那些病原体开发相关疗法 疫苗和诊断方案 200多个科学家经历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评估了和1652种病原体相关的证据 决定把哪些病原体列入新的清单 新清单上的病原体有高传染性和毒性 有可能引发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现在患者获得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机会 都是有限的 新的清单包括了 这个沙背冠状病毒 和这个煤背冠状病毒 两个亚属 新冠病毒就属于沙背冠状病毒 引起MERS 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毒 属于霉背冠状病毒 之前的清单是包括了MERS 病毒 可以引起SARS和MERS 病毒 是有的 但没有涵盖整个霉背冠状病毒的亚属 是没有这样的 现在新的清单里面有 清单上新增的病原体还有MPOX 即是头斗病毒 这个MPOX在2022年引发了全球性的疫情 现在还在中非部分地区传播 还有 现在本来是老鼠 就是猎耻病毒的 猎耻动物的病毒 也加入了新清单 因为这些猎耻动物病毒 就传播到人的身上 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人传人病例 他们这份报告说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可能会增加这些病毒传播给人类的风险 城市化进程就是乡村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乡村或者本身没有人住的地方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可能会增加这些病毒传给人类的风险 这个新清单里面还包括了六种甲型流感病毒 其中H5亚型的病毒 在美国的奶牛群体已经引发了疫情 另外五种 分别引起霍联温、疫力疾、辐射和肺炎的病原体 也进入了那个清单 除了这个优先病原体的清单之外 这些科学家还做了一份原型病原体的清单 这些病原体可以给他们做基础科学研究 想想治疗方法和疫苗研究 开发一些模型物种 这些是modal organism 他也是做这一件事的 当然啦 世卫现在 他弄出了这份清单 最危险的 如果在香港 在国内 就是甲楼和登革热 就是登革热这一件事 其实是危险的 为什么 我会特别说这个登革热呢 现在香港又好一点 香港天气会凉了一点 登革热 这一件事 是很严重的 就是会死人的 就是被蚊咬完会死人的 所以大家是要小心的 我不是说香港一定有很多蚊会传播到登革热 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件事在香港和大陆的风险都是大 所以防蚊措施都是要做足的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现在登革热是没有抗病毒药的 其实就是 他没有药可以医的 基本上 只能够用辅助疗法医的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要令你的身体不要缺水 那些东西 其实 虽然登革热的病死率是不高的 但是 有些人中了登革热之后 他的血压突然之间低了很多 他的死亡率可以去到26% 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件事也是要小心 也要多谢Oliver Chen你的支持 小蓝就好像有很多疾病和性接触有关 其实也不是单纯性接触 我也要说 现在有一件事 大家都可能要留意一下 就是霉毒 霉毒这件事在日本 就是流行得很厉害的 这件事是 是暴增的 现在在东京 就是 你去日本玩 其实这件事已经要注意 早几天也有新闻出来说 就是日本 东京出现霉毒感染大爆发 感染的人数已经是2400人 是历史性身高 但是霉毒呢 他是体液传染的 也不是只性接触 比如他手上有霉仓 你跟他握手 你的手也有伤口 有可能会出事 其实是 那现在 日本那里为什么会这么多 这个 不清楚 他们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这么多 不过只是知道 他们是有 这个霉毒大爆发 其实是 因为他们是超过2400例 你说是否因为去嫖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 那 霉毒 其实 他是透过体液 就是血液 精液 阴道分泌的传染 那 皮肤没有伤口 感染的机会就不高 但是有伤口 就是有感染的风险 那 霉毒不是不能医 是有得医的 但是很多人是委质的医 因为这种病 给人的感觉 就是 单纯是性病 其实就是 但是 日本 霉毒大爆发 这件事情 是已经历史了 三年了 其实 在 2023年的时候 他们 那时候的霉毒感染人数 已经是 创了历史性新高 他连续三年都创了历史新高 其实 2023 2022 2021 他们也是爆得很厉害的 他今年还没停的 其实 霉毒这件事情 其实 霉毒在日本 已经算是 已经是一种大流行的病毒 其实 在大城市感染霉毒的人 是比较多的 主要是男人 男人就是 20到50岁都有 女人感染霉毒 就是20多岁最多 其实就是 男人和女性感染的比例 就是7比3 那 霉毒是严重的病 这个是 初期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 他会有 一些 淋巴结肿大 以及 生殖器 潰烂等 这些情况 当然霉毒感染了之后 其实是有很多阶段的 有些人 是没有症状的 这就是最糟糕的 霉毒不只是透过性交 可以传染 黏膜皮肤 一些伤口都可以传染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这件事情 而且他最初 没有什么症状 惹了的人是不知道 其实日本的传染病 专家都说 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霉毒会急升 有些人就说 是 因为现在日本多了很多旗街 还有交友APP 还有 找一些 阿叔去养 找一些阿叔去养 自己出卖自己身体 是做这些事情 那 那 Rimony就说 旅游业 轻旺的副产品 一定有关系 日元低 其实日本对色情行业的从业者 没有做彻底的健康检查 当然现在还有些人就认为 去日本 即是嫖的 外国游客 都是传染员 那 究竟是不是 当然不知道 有些人 有些人 以为 没毒 就很容易痊癒 那就没有做预防措施 还有 有些人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 他们加钱 不做安全措施 这件事 在日本是普遍的 就算在香港工作的 日本性工作者 这件事也是有的 这些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 他们照做的 不怕死 有些人 就是性器官串联 他们是不怕死的 是很严重的 那 KW王就说 发花癲就是 梅毒三期的症状 说一下 四期梅毒是怎么样 第一期是最初的 感染二十天后出现 很小事 那些症状是不明显的 譬如有些红斑 有些感冒症状 有些人是没有症状的 有些人 不过就会生殖器 潰难 第二期梅毒是怎么样的呢 感染了九十天后就出现了 那 梅毒血清就会阳性反应 要九十天后才知道 九十天后才知道 三期梅毒是否像KW王那样发花癲呢 其实不是 三期梅毒在感染后三年左右出现 这是梅毒晚期 皮肤、肌肉、内脏 会出现梅毒瘤 四期梅毒要感染十年以上 病原体 侵入了脑部和脊髓 这就是刚才他说的发花癲 这就会引起老梅毒 和脊髓炉这些疾病 也有时会造成精神異常的可能 就是这样 所以是影响一世的 这些是 三文治说公共浴场是以传播病毒 是的 这个是有风险 如果你有 伤口 就会有危险 这个是有风险 其实就是 仁次郎牧村就说 太多背包旅客 又跟别人亂搞 假妹又不检点 我不知道 这些 不敢说别人 不过这些真的有影响 这些是性传播病 当然不仅是性传播 你黏膜 皮肤有伤口也有可能会传染 好了 说到这里 休息一會 一会儿再来说说其他话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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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